沉睡三千年,一醒惊天地,文物,埋没于历史朝合之中,见证了历史变迁,承载着千年文化底蕴,它是一个国家的国宝,也是人们都想具为己有的珍宝,时间不停往前走,过去成为了历史,唯有深藏于泥土中的文物,证明了那段历史文明真的存在过,所以,每一件文物都拥有非凡的意义。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2021年3月20日,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六个祭祀坑,出土了五百多件重要文物,这些文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其中,出土象牙的时候,为了更完好的保存提出,他们设置了重重保护措施,唯恐磕着碰着,最终让这些西式珍宝现实,古蜀文化遗址沉睡了上千年,一醒惊天地,文物是不可复制的资源,必须小心翼翼,但是在文物保护这件事情上,却还得下重功夫,且不说盗墓造成的文物流失,就民间收藏而言。 一些人在无意间获得了西式珍宝,却因为管理不当造成文物损失,这不免令人心痛,更加糟糕的是,文物具有经济价值,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,民间收藏的文物难免沦为商品。 成为私下买卖的对象,甚至造成文物流亡海外,更有人因不懂文物,将其当成废弃物,丢入废品回收站,这一系列的行为,已经给我国文物造成了严重的损失。 所以,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,对其进行严格规定和管理。 1981年的一天,在湖南湘潭地区,当日天气晴朗,一个叫做朱桂武的农民,准备在自己种菜的一块地上盖新房。 在上个世纪,盖新房是一户农家添大的喜事,一般是父亲给儿子盖的,准备将来结婚用,在盖房子之前。 父子俩先动手挖一下地基,当挖到四十厘米深的时候,朱桂武一锄头挖下去,却被一个硬物抵住了。 他还奇怪,这怎么还有这么大块石头呢?凑上去一看,感觉不太对,这泼似一个金属物件,朱桂武心想,这难不成挖到宝了? 结果他小心翼翼地挖出来之后,发现这原来是一头野猪,上面还有精美的纹路,父子俩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没读过什么书, 但也知道,这可能是件文物,不少乡亲去他家看热闹,之后朱桂武挖出青铜珠的消息,不静而走。 同时也惊动了个大收藏家,朱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,还有一些商人带着董行的人来确认,确定了这是一件青铜器,商人们抢着开架,甚至有人不惜开出上百万的价格,想要带走这件宝物,巨大的财富摆在面前,朱桂武内心受到了冲击,他不是狂喜,反倒是不知道如何是好。 缓过神来才思考究竟该不该卖。 后来朱桂武想了想,这东西既然在自己家地基里挖到的,也就是属于自己的,应该当作传家宝传下去,而且自己家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,但也丰衣足实,拥有一件传家宝比卖出去更有意义,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,青铜器二字在当时不得了, 很快文物专家知道此事,马不停蹄地来到朱桂武家中,专家们表明了来意,希望能鉴定一下他挖出的究竟是什么,经过一番精鉴定,专家眼睛都发亮了,这是商代的一种酒器,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。 被制作成野公猪形状,并是奎龙纹,特别有意思的是,在野猪的背上还站了一只小鸟,专家认为,这是人类训养野猪的过程,据推测,这个酒器应该是祭祀用的,全球仅此一件,亦非凡,经过一番鉴定之后,专家希望朱桂武能够将此物捐献给国家,并且说明了这件文物的意义,朱桂武一介农民,好不容易得了这么一个宝物,心中自然不舍得,之后专家有不断的登门拜访, 动之以情,小之以礼,哪怕他再没文化,也知道这件文物不仅仅对他重要,对于国家来说更加重要。 专家先后登门拜访二十四次,那一声声捐给国家吧,终于被朱桂武听进心里去了,他大工无私地主动拿出了青铜珠,并且说自己分毫不取,此时专家们热了银矿,之后专家们还提出,让他暂时不要修建房子,很有可能下面还有文物, 不过经过一番考古发掘后,下面什么都没有了,这一点比较遗憾,这件文物为商代史行同尊,已经被湖南省博物馆收藏,人们在博物馆可以看到,它是一件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技价值的文物,也是人类的文化瑰宝。 他之所以能够被放在博物馆,还要感谢专家们不辞辛劳的求取,以及朱桂武蛇生取义的主动捐赠,自古,帝王陵墓就属于一个王朝的帝国工程,建筑豪华奢靡的陵墓,是维护皇权,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,无论中外,有帝国必有帝王陵墓,在通常情况下,帝国越强盛,帝陵就越宏伟。 这类工程前有古人,后有来者,秦始皇亦不例外,但是自古至今,藏未有剩余始皇者也,在中国历史上,秦始皇离山林工程的特点是,其规模之大,耗费之据,可谓前无古人。 后无来者,秦始皇陵的发觉已经证实了,史记有关记载的真实性,1987年,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保护目录,君主生前预造寿灵,可能始于春秋战国时代, 依据古代制度,天下共赴三分之,一共宗庙,一共宾客,一共山林。 秦汉时期,政府财政与皇室财政是分开的,但这并不妨碍皇帝任意把国家财政拨作己用。 所以,名义上秦始皇是在用自家收入为自己修筑陵墓,实际上所用金钱是民之民高,所用劳力是国家摇曳,秦始皇从十二岁即位一时,就开始为自己修建离山陵墓,直到死时尚未完工。 《史记》中记载,始皇出即位,穿至立山,即并天下,天下徒,宋义七十余万人,穿三拳,下同而治国。 公冠百官齐器,真怪喜赃满之令将作基奴史,有所穿进者折射之,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,机香灌输,上聚天文,下聚地理,以人于高为竹,渡不灭者久之。 秦始皇陵园南依离山 北林渭水,远远望距像一座威俄耸立的山丘,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,也是最豪华的皇帝陵园,秦始皇陵园是在战国君王陵寝制度的基础上创建的,秦始皇继承前代制度并多有创新,他通过修筑离山陵,形成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帝陵制度,如风树制度,灵异制度,元寝制度等。 秦汉时期的帝王之灵,以秦始皇离山陵的风土规模最大,秦始皇还命名自己的陵种为山,风,即风土,积土成山,植,即植树,广植松柏,风树,即风土植树,如山四陵。 风土的大小,高低标志着墓主人生前的等级与地位,据说网象专时亡人干脑,而松柏刻以始至臂翼,秦始皇的陵种成腹斗状,全部由人工基土成山,精心夯柱而成,陵种原高五十丈,陵级东西长约485米,南北宽约515米,净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,至今尚保存高76米,宽350米,长345米的夯土灵秋。 秦始皇建立灵异制度和原寝制度,他因喜三万家利益,令大量关东之民到灵园附近居住,这些居民的任务是修建,维护皇帝的灵园。 黎山园仿照都一建造,是一座由内外两重圆圆围城的灵园,考古勘察表面,灵种唯有长方形的内,歪二城,其规模也比汉代为大,内城,外城四面有门,门上有雀楼,在灵种的北侧和西侧,建有大片地表建筑,模仿生前宫殿的前朝后寝制度。 此外,灵园还设专职官员负责管理秦始皇的灵异,灵园,灵种,寝殿,地宫,私立社,陪葬墓,及各种陪葬坑,模拟天地,国家,皇宫,政府,军队,陈敏,院佑等,形成一个完整的明氏帝国。 据说地宫中有各种象征日月星辰,山川河海,林木禽兽的图画,装置,还有百官卫次和各种奇珍异宝,玉门机关,各处点燃灌注精油的长明灯,此外还有大量的殉葬品。 1974年,在灵种东侧1.5公里处发现殉葬的兵马俑坑,三个俑坑埋藏着与实物同样尺寸的兵马俑八千多件,这些兵马俑制作仿真,构成庞大的军阵序列,规模宏伟。 威武雄壮,大气磅礴,1980年底,在灵种西侧深七米的灵道附近又出土了两组精美的铜车马,他们是皇帝出行的鸾驾成鱼,此外还发现许多象征宫廷院佑的马修坑,真秦亦寿坑,由此可见秦始皇陵规模之宏伟,陪葬品之丰富,工程之浩大,秦陵附近出土的每一件文物都令人惊叹不已。 举世闻名的秦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,铜车马等也堪称世界奇迹,而他们仅仅是秦陵布局的一小部分殉葬名气坑都有如此惊人的规模。 陵墓总体规模之宏大,可想而知,秦始皇的黎山陵前后修建将近四十年,常年劳作的主要是行徒和工匠,他们多达数十万人,秦始皇还调用各地工匠以及金杵木材,北山石料等,以木兰为粮,磁石为门,铜水灌浆,米汁刷式,为了采取何用的石料? 秦始皇命令发北山石果,据说当时有名邀约,运石干全口,为水为不流,千人唱,万人沟,金陵鱼十大如燕,以人拉手推的方式运输一块块大如土屋的巨石,仅仅这个工程的耗费就是极其惊人的。 无节制地广建工事,大修陵墓是加速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,这些工程无异而有害,锦额旁宫,黎山陵这两项就长期占用了七十万行徒及大量工匠,其人力消耗相当于甚至超过北域匈奴,难凭百岳所用人力的总和,汉代的甲山批评秦始皇,他说,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富脸崇树,百姓认霸,者一半倒,群道满山,使天下之人代目而逝, 清而而听,一副大呼,天下响应者,陈胜是也,秦非图如此也,其咸阳而息至雍,离宫三百,中古为杖,不宜而聚,又为阿旁之殿,殿高树时任,东西无礼,南北千步,从车罗骑,四马物池,惊其不饶,为公事之利至于此,使其后世曾不得聚颅而脱出烟,为迟到于天下,东穷烟,其南极无,处,江湖之上, 满海之关必至,道广五十步,三丈而树,后筑其外,隐以金锥,树以轻松,为迟到之利至于此,使其后世曾不得协静而脱足眼,死藏乎离山,力图数十万人,旷日十年,下扯三拳和采金时,也同步其内,突其外,被以诸欲,是以翡翠,终成官游,上成山林,为藏窝之尺至于此,使其后世曾不得彭科,避种而脱藏眼, 亲以熊皮之利,虎狼之心,蚕食诸侯,并吞海内,而不读礼意,故天秧以加矣,在今天看来,一切帝王陵墓工程都是弥废民之民高之举,其现存的文化遗产价值与评价当时的帝王是两回事,在当时看来,帝王修建陵墓是理所当然的事,他不是一件养生送死的生活琐事, 而是关乎励志和政治的大事,只要符合制度,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,这类工程就合理,合法,是工,是天理,属于理所当然之举,以孟子,朱熹为代表的,鼓吹理智人政的历代大儒,对此多有论述,这个观念也获得大多数臣民的认同, 但是,秦始皇的黎珊玲显然逾越了制度,无论用什么尺度衡量,都属于娇奢引逸之举,可以毫无疑问地使用穷奢吉欲,暴虐无道,残暴虐民之类的字眼予以抨击,秦始皇堪称盖是英豪,然而黎珊玲未尽,霸业已成泡影,此后的两经年中,黎珊玲累造人为破坏,先是楚霸王项羽放火焚烧地面建筑,后有汉代牧羊人,石火焚毁部分地下建筑,唐末皇朝起义时, 也曾发掘破坏秦始皇陵,清代原没有一首始皇陵勇,胜则张良锤之金刻刀,死则皇朝绝之项羽烧,居然一头上在临同胶,龙然黄土浮而高,秦始皇若地下有之,不知当作和感想,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,宋朝皇陵逐渐陷入衰败和破坏的境地,金朝南下灭宋后,开封等地多日乌云密布,成为空城,而埋藏了无数宝物的皇陵, 成为了劫掘的目标,金兵的入侵和后来的战乱,使得许多皇陵遭受严重破坏,甚至成为盗墓者们的掠夺对象,在历史的长河中,宋朝皇陵经历了多次的劫难和自然风化,许多建筑物和石像已经不复存在, 仅存的部分也遭受了严重的损毁和破坏,随着时间的推移,曾经雄伟壮丽的皇陵逐渐被遗忘和荒废,甚至被农田和村庄覆盖, 这些文物的存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,尽管历经沧海桑田,部分宋朝皇陵的遗迹仍然能够在今天被发现和保护, 比如,位于农田中的石像、神道遗址等,成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, 他们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宋朝的历史和文化,对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产, 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,成为当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,类似于洛阳城、西安城等成功保护古代文物的案例, 可以为北宋皇陵的保护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参考,通过科学的保护修复工作和公众教育, 我们可以确保这些古代遗址和文物得到长久的保存,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, 宋朝皇陵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,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。 面对现代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,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对这些珍贵历史遗产的保护和传承, 使其永远流传下去,成为我们文化认同和国家自信的重要象征。